中华,民国领土最南端南沙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太平岛 近期因码头扩建工程即将完工 恰逢蔡,英文总统520即将卸任 是否寻成,水扁,马 英九两位前总统惯例,即码头启用典礼之名 登上太平岛宣示我国主权 就成为近日政坛热议话题 然而蔡总统于外交部近期对此事低调再低调 完全不回应,国民党立院党团眼见蔡总统不给答案 钱粹排定国防委员会登岛视察 其料我们伟大的外交部常吴昭燮出来扛 讲了南海地区目前战云密布 总统在此时访视太平岛 时机并不合适这段话 蔡总统去不去太平岛 本来就是可大可小的事 然而吴昭燮的答询 却是以中国在距离太平岛不远的三个岛礁 建立庞大军事基地 每天还有约20艘军舰在南海巡逻为由 拒绝让蔡总统登岛 带给人的印象极差 吴昭燮必须受到谴责